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问题 短期借款筹资 对于短期借款筹资呢 大家首先要注意一下这个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 是吧 也就是按照这个国际惯例 通常呢在这个借款合同里面 认为要规定一些信用条件 我们说要谈了一些信用条件 那大家从考试来说 需要大家掌握的呢 首先掌握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信贷限额这个信用条件 和周转信贷协定这个信用条件 他们的区别 其实这个信贷限额呢 它只是银行规定的 无担保的贷款最高限额 可以说是企业和银行之间规定的一种 是吧 我们有一种协议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限额之内 我可以向银行去申请贷款去 但是呢你要注意这个信贷限额 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就是银行如果呢 它没有按照就是我们俩的这个协议的规定啊 去给你提供贷款 银行是不会承担法律责任的 是吧 就是银行并不承担 必须提供全部信贷限额的义务 就是你就说所谓违约 它是没有法律责任的 但是周转信贷协定呢 是银行具有法律义务的承诺 所以我们俩的区别代理就都是一种 我们有一个 就是一个最高限额贷款协定 是吧 但是信贷限额没有法律效应 周转信贷协定是有法律效应的 所以银行必须要满足企业 不超过最高限额的这个借款的这种申请 如果要违约银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是不是 而且呢是什么呢 你想银行他害怕违约 那么他既然跟你签订了周转信贷协定了 他就觉得你这银行就要准备出来的钱 是吧 那么企业他可能随时要向我申请贷款 反过来 如果你企业没有按照最高的限额去贷款 那么企业呢 要针对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来支付承诺费 是吧 针对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支付承诺 所以在这块在考试的时候啊 他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去计算这个承诺费 那我们要注意是针对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 我们结合一个例题 他说企业与银行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周转信贷协定 周转信贷额呢 总共是1000万 年的承诺费率呢 是0.5% 但借款企业年度内使用了600万 而且他告我们使用期呢只用了半年 然后借款的年利息率6% 然后问一下企业当年应该向银行支付的利息承诺费多少 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借款会有一个借款时间 我们要先计算一下年平均的借款额 我要把这个年平均借款额给他算出来 年平均借款额的话 我对600万借了这么多天 但是我只用了半年 所以呢 年平均借款额实际上我只借了300万 那么由于我们周转信贷协定是1000 那因此呢 我们的对于借款这部分 你是要支付利息的 利息就是你借多少钱就要付多少利息 我年平均借款借了300 那我付的利息率300乘以6% 这是18万的利息 然后我们再来看承诺费 承诺费呢 是针对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 由于你的年平均借款额是300 而我的周转信贷协定是1000 所以未使用部分1000减去300 是700没有使用 针对未使用部分我要交承诺费 承诺费率呢是0.5% 所以这样一来我可以得到 我的承诺费要交3.5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是21.5 应该选择币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有关补偿性余额条件下的有效 你年龄率的确定 什么叫补偿性余额呢 实际上是银行啊 他为了降低自己的贷款分险 他的要求借款企业啊 必须保持按贷款限额 或者说就是按这个实际借款额 一定百分比的那个最低存款额 就好比比如说我们跟银行签订了 一个贷款的协定 我们主要是要借1000万 那么但是呢银行呢 停出来 你必须要把这个贷款限额的10% 给我存 就是把你的贷款额的10%啊 给我存到我的指定银行账户上 所以这样一来表面上看是1000万 但其实你真正可用的是900万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补偿性余额啊 它使得企业的实际可用的借款额降低了 这样就会提高借款的有效年利率 就是名义上比如说 我说利息率10% 但是你那1000万你说我利息上1000万的10%来收 但是我的实际可用借款额 只有900万 那就提高了 对这里面会有一个怎么来确定有效年利率 对于有效年利率确定啊 我们的基本公式呢 其实就有一个通用公式 分子就是你实际支付的年利息 就是我实际负担的那个年利息 分母呢是实际可用的借款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实际支付的年利息 这一块我们怎么来确定 对于补偿性余额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他考试啊 他会灵活一些 他要结合实际 你想他既然补偿性余额是要求你呢 保持贷款限额 或者实际借款额一定百分比的存款 存款额 那么存款他得给我利息啊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我们说这个存款的利息收入 就可以作为你的利息支付一个抵减了 所以我们谈这个实际支付的利息啊 那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他要考虑你 哎我要付给银行多少 另外在抵减我能够有的存款利息收入 这是你的实际支付利息 而分母的实际可用借款额呢 那你把你的借款额要扣除补偿性余额 它是实际可用的 所以不用特意去背 因为他考试他喜欢变形 没有什么特意的公式 那就是说我理解了 那么根据他提的要求我来会做就是 我们看一下以往这个考题啊 说假公司的向银行借款900万 年利息率8% 期限一年到期还本复息 银行要求按借款金额的15% 保持补偿性余额 但他加个括号 所以银行按2%来复息 按求借款的有效年利率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让大家特别要理解这个通用公式啊 就是不要去特意去背我们书上的公式或者立体 那书上它只是一个原理就非常简单 但他考试要结合实际情况 做一些变形 所以像我们这套立体 我们先来看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有效年利率 我的分子啊 是我的实际支付的年利息 那么我们向银行借多少呢 900万 那银行要收我的利息 他是按照8%来收我利息 但是你要注意 银行方要求我呢 按照借款金额15%保持补偿性的余额存到银行 那就是我存款的额数号 就是900的乘以15% 对吧 那我还有一个利息2%呢 这个是我的补偿性余额的这个存款的利息收入 对吧 我把利息收入要作为你的这个利息支出的一个抵减吧 然后分母要考虑实际可用借款额 那我实际可用的就是900 但是要乘上1减去15% 能够用的是85%这块 对吧 所以通用公式实际支付的年利息分母是实际可用借款额 这样可以得到有效利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以往的一个考题 他说假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周转信贷协定 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借款和周转信贷协定 就是补偿性余额这个综合起来考 但不管怎么考是我们的通用公式 还是实际支付的年利息分母是实际可用借款额 对吧 那我们看他告诉我们说 周转信贷限额是1000万 借款的利息率6% 承诺费率0.5% 然后假公司呢 还需要按照实际借款额维持10%的补偿性余额 假公司年度内使用借款600万 让你求这个借款的实际的税前资本成本 对吧 让你是你的有效的这个 因为税前成本就是有效年利率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计算的话 首先按照我们的公式分子 实际支付的年利息对吧 然后分母是要考虑 实际可用的借款额 这是我的通用公式 我就来看分子 实际支付的年利息 我们向银行申请的借款 我们使用的是600万 所以利息你要当根据600万 借多少钱就要付多少利息了 贷款利率6%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还要针对 因为他有这个周转信贷协定的要求 我还要针对未使用部分付承诺费呢 这也是我付的代价对吧 所以我还得加上什么呢 未使用的400万的承诺费 这都是我的年的实际支付的这个用资费用 你可以这么来说对吧 我们的用资费用 而分母的实际可用的借款额呢 因为他实际上是要求按照实际借款额的10% 维持补偿性余额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实际借款是600 但是呢 我真正可用的只有90%部分 是吧 所以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有关税前的资本成本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条 就是抵押借款和非抵押借款的这个成本的比较 那我们说完有一个结论 他说抵押借款要比非抵押借款的成本高 这个呢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他实际上指的是站在同一个银行角来说 这银行啊 他呢 通常是向幸运好的客户提供非抵押借款 而且利息率还很优惠 但是对于一些信用比较差 那么他认为 银行认为我给你贷钱是一种分险投资 所以对于抵押借款 他对银行来说 他是一种分险投资 可能呢 这个贷款利率还会比较高 而且还要求你这个企业要提供 给抵押物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你得看他是站在谁的角度 如果到同一家企业 同一家企业呢 他如果要想问你 抵押借款和非抵押借款 你想对于同一家企业 我的风险是特定的 那么有了抵押品 反而会使风险会降低 所以究竟哪一个成本高 哪个人 没有必要去背 你就想 成本高是因为风险大 才能成本高 是不是 你要看他是怎么说 他如果说 像A企业是个信用非常好的企业 我提供的是非抵押的借款 而B企业是信用很差的一个企业 我就作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抵押借款 那你想他已经强调了这个B企业 是一个分险很大的 信用也比较差的企业 那当然他的力量就会高 所以没有必要去特意考虑哪一个高和低 关键是看前提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对于偿还条件的选择 也要注意有效年利率的比较 对于到期一次偿还 还有这个贷款期内定期等额偿还 由于他是定期等额偿还的话 实际上我的实际可用的借款额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 比如说我们借了1200万 第一种就是告你年末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都是在这块来还本 那么到期一次还本 那等于1200万我一直可以用的 对吧 比如说横走是时间 纵走是我的借款额 比如到期一次还本 那我的1200万到第一年末我才还本 但如果我要你分期等额还本 分期等额还本这1200万 同样一年 我让你每个月还100万 确实是期初是1200 每个月还100万降到零 所以我的实际借款额会比第一个 到期一次偿还 他的实际借款额就会降低了 所以呢 定期等额偿还 他会提高借款的有效率 是吧 因为他分母的实际可用借款额少 所以还是那个通用公式 是吧 这是我们谈有关借款的信用条件 是吧 要特别注意有效年利率的计算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不同付息方式下 有效年利率的确定 对于利息的支付方式 我们说上谈了有三种 一种是收款法付息 就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你的分子实际支付的年利息 分母是实际可用借款额 如果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 从整个时期来看 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他的借款 和他的初始 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分母的实际可用 就是他全部的借款 那么有效利率就等于报价 但他如果说是贴线法付息 首先大家要理解 什么叫贴线法付息 贴线法付息指的是预扣利息 预先把利息扣除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还是借1200万 利息率10% 但银行要求贴线法付息 就是说虽然我名义上 是借你1200 但是银行预先把120给你扣掉 我给到你的手里的 就不是1200了 那可能就只有 这个1080 然后呢 到期你是要偿还 全部的本金 是吧 就是预扣利息 然后到期 还全部本金 是吧 把利息扣到 将来不再付利息了 预扣利息 到期还全部本金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实际上 你想和我们第一种相比 你的实际可用借款额 就不是1200 而是1080 对吧 我可用是1080 所以他就会使你的实际可用借款额减少 有效利率会提高 然后我们再看加息法复息 这个加息法就是分期等额偿还本息 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表面上看 你是借我1200 但是你让我每个月等额还你 我的实际可用借款额是在下降的 所以要这样一来 从整个时期来看 他的平均借款额 就只有你的实际可用借款额 就只有我们名义借款额的一半了 你想我最开始是1200 但到最后呢 成了零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关系公式 就是有效利率等于两倍的报价利率 那就说我们比如说 结合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的横走表示时间 重走表示我的这个借款额 然后呢 我说假设我们向银行借多少钱呢 我说我借了借款 是1200万 利息率 10% 但是银行要求你什么呢 要 就什么叫加息法复息 加息法它只是把这个利息啊 它加到我们这个本金里面 然后你去分期等额 还本复息 那比如像这样的一题 那我的这个 本息 总共要支付的本息盒啊 它应该是把这个1200 因为我们借款是一年嘛 然后再 加上这是本金 利息是1200 乘以10% 就120利息 所以就是1320 对吗 这是本息盒 那加息法复息 让你把这本息盒啊 就要分期等额 还本复息 那我们每一期假设我让你每个月等额还 那我们每个月等额还的话呢 相当于就要把这1320分到12个月 啊 那就是每个月要还多少 110 110就包括了 看起来挺合理的 是吧 100是还什么 本金 那个10是还利息 但是你要注意 你看 我们就以本金为例 本金我刚开始是借了1200 但你每每期要还100 所以从整个时期来看 我的借款本金啊 初始是1200 期末是零 所以平均的借款额 平均借款额 只有一把 对不对 他就只有什么呀 二分之1200 就是600 所以在加息法复息的时候 这个有效年利率 是吧 有效年利率 分子 年利息 我们还是本金1200 乘上利息率10% 但是分母的 实际可用借款额呢 一半 二分之1200 所以你给他看 是不是两倍的呀 我们说 大约等于 两倍的报价利率 为什么特别强调是 大约等于哈 主要的原因在于 我们这个是不考虑 时间价值嘛 就像我刚才在到立题 如果我不是说 让你每个月还 我说让你 每个季度还 每个季度等额还 如果是每季 等额去还的话 那我每个季度还多少 还330 那你算 因为你不考虑时间价值 你算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块指的是 应该指的是一个 大约 是吧 大约等于两倍的 报价利率 是吧 因为他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以往的一个单选题吧 某公司呢 你使用短期借款进行筹资 那你下列 借款条件中 不会导致有效年利率 高于报价利率的事 A那说 按照贷款 一定比例在银行 保持补偿性余额 那我们在前面讲 它会使得 有效利率提高的 B 贴欠法付息呢 也会提高的效利率 C按收款法付息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有效利率等于报价利率 D呢 加息法更加会高 所以这样的话 这就是C了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例子吧 就有的时候 它考试会把它 综合起来 比如说像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利率10% 贴欠法付息 但银行规定的补偿性余额15% 那你求借款的有效利率 那像这道题 大家看 我们的公式呢 分子是实际支付年利息 分母是实际可用借款额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老师你没有给我借款额 我算不了 没关系啊 借款额你可以自己设嘛 对吧 其实不用的 就比如你就借一块钱 或者我们说借一千 都无所谓 那你想我随便先说 比如说借一千块钱 借一千块的话 我的利息率一千乘以10% 对吧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我的实际可用借款额 他告你是贴献法付息 那贴献法付息 就要预扣利息 我得把这一千的本金要预扣 首先要预扣这个利息 另外还要预扣什么 还得扣什么 补偿性余额呀 我还得扣一千的15% 然后他也没有提什么存款利率 那我就可以不考虑他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根据提的情况 像这一千是无所谓啊 一千可以约掉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他考试的时候 就是可以自己设一个 你看能把约掉 是吧 就是有效年利率的计算 是吧 就是套我们的通用公式就可以 这是我们书上谈的有关 短期的这个借款的 有效率的确定 那我们有的时候考试啊 他会把这种公式啊 给你去拓展 像我们这以往在这块 考过一个计算题 是吧 他当他是一个长期贷款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说这企业有一千万的资金缺口 财务经理于多家金融机构 恰谈的方案如下 方案一是贷款五年 每半年复息四十万 到期还本 然后方案二呢 是贷款五年 每年年末支付250万 而对于方案三的贷款五年 每年年末复息八十 到期还本 但银行要求10%的补偿性余额 补偿性余额有3%的存款利息 每年年末支付 他让你计算各个方案的有效年利率 并且判断公司选择哪一个借款方案 那这个他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 那么长期的话 其实我们是应该考虑时间价值的 对不对 那么考虑时间价值 其实你就把这个前面考虑时间价值和我们后面 你可以综合起来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方案一 他说的是这个贷款五年 每年复息四十万到期还本 那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以前所学过的 就像一就是你 这个公司他目前 我要这个借款 借款借多少 一千 是吧 借款无所谓责义价 但将来有代价 是吧 我们期限的总共是五年期的借款 那是每半年复利息四十 每半年复四十 是这样的 然后到期还本一千 我这个期利率啊 他应该等于什么 就是百分之四 因为是评价 对吧 我们对于评价发行的债券 他的到期收益率等于票面利率吗 所以我的这个期利率 他就是百分之四 然后但是期利率 我们想要你求的是有效的年利率 那因此呢 我的有效年利率 那就应该是用一加上百分之四的平方减一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他让我求有效利率 我们就想一下 如果年内极其多次 是吧 那怎么求有效利率 然后再看第二个 呃贷款是五年期 每年负年 每年年末负二百五十万 期限长 大家看 这和短期的加息法复息可不一样 我们短期加息法是不考虑时间价值 所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但时间长可不能再用什么报价利率 乘以二那样的不对 因为期限要 要考虑时间价值 对吧 我们说五年期的 他是 相当于是我现在借钱借一千万 对吧 但将来你要每年等额还本复息 是还多少 两百五十 然后让你求他的有效利率 那像这样的话 那等于说 就是求我们这个 择限率嘛 啊 那么就是早到时的未来的这个 呃 就是流出的限制等于流入 那我要列一个等式 一千 等于两百五十 乘上一个P-A 利率是让你求的位置数 而且求就是年的 期数为五 那么 这样的话 这个系数等于四 而且我们的考试的时候 计算机左下角 一点击就能够出现系数 年级系数 然后你就内插去求 就是了 对吧 这是第二种方案 我们主要说下第三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是贷款也是五年 每年年末复息八十 到期还本 但银行要求10%的补偿性余额 补偿性余额呢 还有3%的存款利息 也是每年年末支付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他的现金流了 对于这个贷款五年 那么大家要注意首先初始 实际到手的钱是多少 我们是借一千万 但是呢 他这个要求有10%的补偿性余额 那么这样一来 我真正到手的钱啊 那就是 其实要 就是可以用的 真正可以用的钱 实际上是一千 乘上一减去10% 是吧 因为他上告我有10%的补偿性余额嘛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说只有900了 是吧 我可以用的钱 就是自由自配的是900 那么那个100要存到银行的 然后大家再帮我来看 我们每期要支付的利息 他告我是80 但是呢 他存款还有利息收入呢 存款利息100 乘上一个 我们这个3%的存款利息 等于3%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3 利息收入 所以真正我们 这个要负担的利息 未来这五年 每年要负担利息 80减少就是77 对吧 未来每年要付77万的利息 到期我要偿还本金 我还多少本金呢 还多少 大家可能说 那我是不是要还一千啊 这个一千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考虑是一个流量 对吧 那如果你要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比如说我 这个还有一个100万的那个 补偿性余额也是我的钱吧 对吧 就是有一块 这个100 100万 那是我的补偿性余额 对吧 存到银行不能动的 因为我们要算的有效率是你真正可用资金的 所以将来要偿付本金 这100万 因为我本来就存到银行了 对吧 所以你不用单利拿钱去还 这还是这个补偿性余额 就在这 那我们只不过就是把它给了银行拿走吧 所以这100你可以不去管它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 还得还多少 我得还900啊 是不是 就是加起来得够一千万才行 所以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可以想 我们的这个 就是择限率 我们用的到期收入率法 择限率的确定的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它实际上就说只要是评价 什么叫评价 就是你初始借的钱和到期还的那个本金一样吧 那这一看它相应是评价的 那评价的话 那我的有效利率 就是我们谈的所谓的到期收益率 择限率是吧 到期收益率它就应该等于你的所谓的票面利率吧 但这个票面利率 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所谓的利息 它可不是8%的那个利息 它是让是多少 应该是把77除以 这个900吧 所以其实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它 这是一个这个借款 而且它的7 就是说交易是类似于所谓评价那样的话 你就是自己逐步测试内差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老师 我要是按照自己 自己确定 那我的 支付的利息是77 我实际支付利息77 我真正可用的借款额多少 是900 对吧 就是77除以90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计算它其实我们想说一下 考试它就特别的灵活 它经常会把这个 我们不同章节的知识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第一问 它其实让你是和我们第四章 年内复息多次 是吧 或者报价利率 有效利率 它怎么去换算 而我们第二个呢 实际上是考虑的时间价值的那个 内差法 去求有效利率的概念 对吧 它实际上也是前面 其实考的上 还是我们第四章 那个所谓 就是求利率 是吧 这样的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求到期收益率吧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 有关这个方案三这一块的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 一种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理解的 有效利率的计算 就是用它的这个 我实际支付的年利息 比上我的实际可用借款 对吧 或者就是像我们讲 那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逐步测试 就是我如果觉得不好 背那么多公式 就像我的现金流出时 我们是900的现金流入 但中间我付的利息 是不是77啊 到期是这个900 然后你看你 你也是逐步测试 内差的话 你看你怎么去测 其实像这种题 你一看就说明 它是平价的债券 既然是平价债券 我就用它的利息 77除以900这个利率 就是我的责限率 那么如果你逐步测试 可能要测一下8% 测一下9% 然后内差 也能够得到 对吧 但是我们掌握窍门的话 就可以快速来得到我们那个到期收益率 所以在这一块呢 就是要给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确定这个有效年利率的时候 如果是短期的借款 我们通常就比较简单 对吧 但如果是期限比较长 可能要考虑时间价值 考虑时间价值的话呢 其实这个方法就和我们前面的长期筹资那个资本成本 就通常用的方法就是到期收益率法 是吧 就是到期收益率法 就是因为长期 可能通常得考虑时间价值 但是到期收益率法的话 我们都会有一个 就是一个个窍门 因为特别是借款 借款没有什么折议价的问题 是吧 但它平价的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 那个等于说就是它的这个票面利率 等于它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那个原理 但是由于存在像我们补偿性余额 什么这种情况下 你那个所谓的票面利率啊 它已经是需要自己要测算一下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对于长期这一块 那么短期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用我们通用公式来把握就可以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整个第20章啊 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对这一章呢 大家需要掌握的这个主要的考点 一个是要注意我们的营运资本 筹资策略 我们三种 是吧 就是包括保守的 适中的 还有激进的 他们各自的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要掌握易变线率的确定 而且要结合我们三种筹资策略 注意它的一变线率的这个特点 那么第三点就是放弃折扣成本的这个确定 是吧 那么第四个就是借款的有效年利率的确定 而且要结合我们前面讲的长期借款啊 这个综合把握